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南韩总统引席月3月中访问日本 受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热情款待 两国长久以来的紧绷关系 看似有转环契机 但日前日本文部科学省 公布新版教科书审定结果 2024学年度期使用的小学教科书中 明确指出主导是日本固有领土 南韩非法证据达70年 此之引发南韩强烈不满 两国关系又再度蒙上阴影 这座岛日本称为主岛 南韩称为独岛 位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面积约0.18平方公里 南韩日本都宣称拥有其主权 是两国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 据韩林社报道 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 召开教科书审议会 通过2024学年度期使用的小学教科书中 将主导成为日本固有领土 南韩非法占据达70年 另外在教材中也试图淡化 甚至删去殖兵时期 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制真兵的事实 为此南韩外交部发布严正抗议 谴责日本政府扭曲历史 并强调这与两国关系正常化 审量马子市要求日方予以纠正展现解决两国历史问题的诚意 南韩日前才宣布真用功问题解决方案 3月中总统尹席院也访问日本与首相岸田文修会面 展现友好积极修补两国关系的立场 但日本新版教科书的审订结果 在先敏感性历史争议 也让两国关系再度蒙上阴影 装社综合报导 在印度被评鉴为A++等级的威尔克特科技大学 日前与台湾教育中心续约 并补办因疫情延后的开幕剪彩仪式 中印度代表格宝宣等贵宾也受邀出席 期盘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台印教育交流 提升人才培育素质 教育部在印度维尔克特科技大学 设立了台湾教育中心 日前举行续约及开幕剪彩仪式 这所维尔克特科大 是印度教育部评鉴为A++等级的优质高等学府 也是印度留学台湾学生数最多的印度学校 该校三年前与住院代表处教育组合作 设立台教中心 近期完成续约 并签订合作备忘录 未来校方将持续聘用台湾的华语教师授课 协助学生留学台湾 并与台湾各校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合作 台湾人们的表现他们的爱情 他们一直在表现的爱情 他们一直在表现的爱情 我们的学生 那么我们的学生一直在移动台湾 给台湾 他们在发生一些学生 没有经验的基本语言 他们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通过过这个台湾教育 祝印度代表葛宝宣在典礼现场表示 近五年来 维尔科特科大出国留学的484位学生中 有384位选择前往台湾 可见双边教育交流神话的力道 曾来台留学 参加教育部蹲点实习计划的学生 而母昆丹也到场分享她来台的收获和宝贵经验 检采仪式后葛宝宣等人也特别留在现场和华语声互斗 对于学生的提问 应邀出席的鸿海集团代表也与其他贵宾逐一详尽回复 务实回应 让学生们获益匪浅 中央社记者林行介请来报道 意大利国会友台协会日前举办春宴 包括多位表态挺台的国会参众议员都共向盛举 有些去年共提出三项友台议案也都在国会通过 是一股国会中重要的挺台力量 文言中有些主席马兰还现唱绿岛扫夜曲 温柔的嗓音惊艳全场 意大利国会友台协会举办春宴 邀请多位国会参众议员与会 夜会上有些主席马兰还秀了流利的中文 高唱经典的绿岛扫夜曲 真切温柔的情感嗓音 让现场嘉宾未知敬业 意大利国会友谐目前有63名成员 是一国重要的挺台力量 去年也提出三项友台议案 判对台有实质性的帮助 所有所有的三项友对台湾 都表达强烈的 也愿意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对意大利跟台湾的合作 做出更具体的一些贡献 除了持续透过经贸文化与国会议员访问 拓展台义双边关系 一国国会有协也透露 正积极向政府争取外国借掌文物免扣押法案 盼未来有机会和台北故宫合作 扩大文化余产交流展出的机会 中文社姐程优伟 罗马报道 街头壁画往往醒目又深入丧弄民间 吸引路人驻足 自称一种艺术类别 全世界最大的街头艺术组织 日前公布2022的评选 由荷兰一间回收企业的壁画 获得最佳街头艺术的殊荣 一起来看看这幅得奖作品 荷兰南部城镇提宝这一间资源回收企业 近来成为全荷兰的焦点 回收厂建筑外墙上的这幅壁画 为荷兰拿下世界最佳街头艺术的殊荣 得奖的壁画呈现出一名女性一跃而起 仔细看她身上的洋装是用塑胶袋和纸袋做成 手腕套着塑胶容器 项链则是一串塑胶汤匙 我们收集了所有这些货币 像码袋 像码袋 我们收集了这些货币 我们收集了这些货币 我们在我们的室室里 在我们的室室里拍摄了衣服 在我们的室室里拍摄了她 我们的反应资货币 是很严重的 我们的社交和电邮箱都爆炸了 当初业主委托艺术家双人组创作 希望传达永续和循环等资源回收代表的元素 艺术家利用现场搜集到的回收物资发想 认为这幅壁画强调资源重复利用的重要性 正是目前全球深陷环境危机的解方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仪林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